您好 一年来经常在朋友口中听到这本书 于是我就拿起了这本书阅读 一读可就没有放下 读完以后深感小王子 其实是一本更值得我们成年人阅读和深思的小说 作者在献词中也对孩子们说 要把此书献给一位大人 献给这位大人曾经当过的孩子 小王子从1943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发行以来 已经被译成了160多种语言 全球销售测数达到几个亿 据称其销量仅仅次于圣经 它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教科书 青少年的必读书籍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同时打动了许多的成年人 世纪之交 法国举办20世纪最佳法语图书评选活动 在追忆四水流年等剧著的光芒照耀下 小王子毫无聚色 永斋桂冠 小王子在中国也是大受欢迎 有多种译本多次再版 在2017年当当图书销售排行榜 多种榜单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法国读书杂志称小王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读物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 小王子这是他那个时代法国最重要的一本书 它不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 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为缓解孤独而发出的信息 这个信息引导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 他还认为小王子是伟大的存在主义小说 我国诗人何三坡认为 这是每一个人都至少应该读十遍以上的童话书 小王子的情节很简单 飞行员我因飞机事故被困沙漠 巧遇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 听小王子讲述他的故事 和小王子一起经历和感受 就在沙漠上寻找清泉的快乐 最后小王子与我告别 与蛇约定通过死亡回到自己的星球 但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 作者以一颗纯真的童心 浅显的语言 把自己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乃至宇宙的思考渗入其中 万物被赋予真挚的情感 缺乏想象力和直讲实际的大人们被无情的嘲讽 关于爱与责任 仪式 快乐 孤独 离别死亡 有用与无用等人生重大问题 都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体现和深入浅出的阐述 书中金句遍布 暗欲丛生 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1900年生于法国里昂 被称为法国文学史上最神奇的作家 他的职业是一名飞行员 获得过13项航空科技发明专利 参与过多条航空线路的开辟 二战时加入法国空军 战败后流亡美国 1943年回到法国在北非的抗战基地 1944年7月31日执行飞行任务时失踪 圣埃克苏佩里的一生都与飞机密切相关 他在飞行生涯中 多次遇险 尤其是他最后的失踪 至今仍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谜 成为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 一则神秘传奇 圣埃克苏佩里生前称 自己首先是飞行员 他的作品呢 也多以此为背景和主题 主要有小王子 夜航 人类的大地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 曾为夜航亲自作序推荐 圣埃克苏佩里与福尔泰 罗梭 雨果 同入法国的先贤词 在土木小星星带发现的一颗小星星呢 以他的名字命名 另一颗小星星被命名为小王子居住的B612星球 1994年 法国政府将他和小王子的形象印到了面额为50法郎的新钞票上 他是第四个获此殊荣的法国文化名人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来为您详细讲述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可笑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第二个重点是爱需驯服 更需陪伴 最需用心 第三个重点是只有爱才能战胜离别与死亡的伤悲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可笑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先来说飞行员我 原著中呢 就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描写的 六岁那年 一幅巨蟒吞噬怪物的图画呀 激发了我对于丛林冒险的无穷想象 并画下了我生平的第一张画 一头蟒蛇正在消化一头大象 我把它拿给大人们看 他们却说这是一顶帽子 为了让他们能看清楚 我只好再画了一张 把蟒蛇肚子里的情况也画了出来 他们看后却要我把这两张画都放到一边去 把心思画到功课上去 于是我就放弃了绘画梦想 成了一名飞行员 我飞遍了世界各地 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说话的人 有时碰见一个似乎头脑清醒的人 我就拿出我的第一张画来问他 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顶帽子 我就把自己放到和他一样的水平上 谈论乔牌高尔夫或者政治领带之类 这些大人都很高兴认识我这么一个明智的人 六年前我在撒哈拉沙漠上出了事故 飞机发动机坏了 只有我一个人 带的水只够喝一个星期 当天晚上躺在这远离人烟的沙漠上 感觉非常的孤独 再来说说小王子 有一天小王子的星球上 忽然长出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 他非常喜欢它 天天给它浇水 可是这花太虚荣 还老是责怪小王子 他说他不怕老虎 却怕风 责怪小王子没有为他准备屏风 还要小王子把它放到玻璃罩下面去 为了责怪这里太冷 他想说他原先住的地方如何温暖 但刚说到一半就发现 自己在撒一个明显的谎 他原先不过是利种子而已 他赶紧用咳嗽来掩饰 并把错误和责任推给小王子 小王子觉得无法忍受 决定离开这里 走之前他把星球打扫了一遍 把三座火山也清扫干净了 这样火山就可以慢慢的燃烧 不会突然爆发 最后来给花浇水 并向他告别 小王子伤感的要哭 花这时才觉得后悔了 说自己太愚蠢了 并请求他的原谅 不过小王子其实也和他一样愚蠢 他爱他 希望他能幸福 花让小王子把玻璃罩扔了 他用不着 夜晚的冷风其实对他有好处 毕竟他是一朵花 至于说动物 他想与蝴蝶熟悉 就必须忍受两三只毛毛虫 最后他催他快点走 他怕小王子看见他哭 毕竟他是一朵骄傲的花 小王子很惊讶 但还是离开这里 开始了他的太空漫游 小王子到的第一颗星球上 住着一位国王 他开始不准小王子打哈欠 听小王子说太累了 他就改命令让小王子打哈欠 他说他要绝对的服从 但他的命令都是合理的 他说他能统治整个宇宙 小王子请他命令太阳下山 他说了一堆命令要合理的话来推脱 没办法了才翻开日历 小王子很失望 要离开 他要小王子当他的司法大臣 可是这里根本没人可审 他让小王子自己审自己 或者去审一只老鼠 小王子离开时 国王还大喊着 要让小王子当他的大使 第二颗星球上 住着一个自恋虚荣的人 在他眼里 所有人都是他的粉丝 他让小王子向他鼓掌 他举起帽子致意 还让小王子夸他最漂亮 最聪明 最富有 虽然 这星球上 只有他一个人 第三颗星球上 住着一个酒鬼 问他为什么喝酒 他说为了忘却 问他忘却什么 他说为了忘却羞愧 问他为什么羞愧 他说因为喝酒而羞愧 第四颗星球上 住着一个实业家 他成天忙着计算星星的数字 说这几百万的星星都是他的 这证明他很富有 问他富了之后干什么 他说富了之后就可以再买别的星星 小王子觉得这人简直和那个酒鬼一样 小王子问实业家 他怎么能够占有星星 他说因为他第一个想到这事 小王子又问围巾 可以拿来他围脖子 花可以摘下来带走 他拿星星怎么办呢 实业家说他把他们的数字写在纸上 然后放进抽屉锁起来 小王子认为这很有趣 但不是了不起的正经事 小王子的正经事是 有花就要每天去浇水 有火山就要每周去打扫 因为这对花对火山都有好处 而这个实业家对星星没做一点事 没有一点的好处 第五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点灯的人 他的职责就是晚上点亮灯 白天熄灭他 晚上能睡觉 白天也能休息 但现在这个星球 每分钟转一圈 而命令仍没变 他就得不到片刻的休息了 小王子觉得这人看似可笑 但比前几个星球上的人都好 点亮灯 就像多了一颗星或一朵花 熄灭灯时 就像让星星或者花朵睡着了 这很美妙 而且他如此忠于职守 不只想着他自己也让小王子很喜欢 但这个星球太小了 只容得下一个点灯人和一盏路灯 小王子只好遗憾的离开了 第六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地理学家 他说实地探查是探查家的事 地理学家只负责整理记录 而且只记录大山大海这些永恒的事物 不记录火山 尤其是花 那些随时可能消失的事物 小王子想到他的花随时会消失 可他竟然把他一个人留在那个星球上了 他觉得有些后悔 但很快振作起来 向地理学家询问 他应该去探访哪个星球 地理学家建议他去地球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呢 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 小王子漫游太空 发现新灯灭来的大人变得很可笑 下面我就来为您讲述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狐狸告诉小王子 爱需驯服 更需陪伴 最需用心 于是地球就成了小王子探访的第七个星球 地球上有二十多亿人 要为六大洲点上灯 需要一只四十六万人的点灯大军才行 不过如果地球上的人都站直了挤在一块 只需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就足够了 当然大人不会相信你 他们总觉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小王子来到地球后 却没见到一个人 他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这时他遇见了一条蛇 蛇告诉他 这是在地球的非洲沙漠 沙漠上没人 但地球很大 小王子说 在沙漠上真孤独 蛇说在人群中也同样会孤独 蛇能把任何一个人立马送回老家 但他不忍心对小王子这样做 如果哪天小王子太想念自己的星球了 那么蛇可以帮助他 小王子遇见了只有三枚花瓣的花 他看到的人是无根的 只能随风飘荡 小王子登上了一座很高的山 他问话却只能听到回音 他很失望 这里的人们只会重复别人说的话 小王子来到大陆上 看见了一座花园 里面盛开着五千朵玫瑰花 全都和他的花一样 话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却只是朵普通的花 小王子坐在草地上 伤心的哭了 这时来了一只狐狸 小王子要他过来陪自己 狐狸却说不能 因为他还没有被驯服 狐狸告诉小王子 驯服就是建立联系 在此之前对于狐狸来说 小王子只是众多小男孩中的一个 如果小王子驯服了狐狸 小王子就成了狐狸的唯一 小王子想他的花就是驯服了他 狐狸要小王子驯服他 这样小王子的脚步声 对他来说就如同音乐和阳光一样美妙 对他没用的麦子 因为和小王子头发一样是金色的 就会让他想起小王子 他甚至会喜欢上风吹麦浪的声音 小王子说没时间 他要去找朋友 要去了解很多事情 狐狸说 只有被驯服的事物才能被了解 人们没时间去了解事物 习惯去商店买现成的物品 但没有哪个商店可以买到友情 因此人们就再没了朋友 狐狸告诉小王子 驯服要有耐心 小王子要先坐得离他远远的 他看小王子 小王子也不要说什么 语言是误会的根源 但小王子要一天比一天靠近狐狸 狐狸还要小王子每天在同一时间来这儿 这样就会让他有等待的幸福与激动 如果随便哪个时间来 他就不知道该在何时准备好他的心了 狐狸说 应该有适当的仪式 他告诉小王子 仪式就是 时某天与其他天不同 某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于是小王子驯服了狐狸 要走的时候 狐狸说他会哭 小王子为给他带来了痛苦而不安 狐狸说 因为麦子颜色的缘故 他还是得到了好处 狐狸让小王子再去看看那些花 然后回来向他告别 他将送他一个神秘的礼物 于是小王子又去花园 看那些玫瑰花 他发现这些花 其实一点也不像他的花 对他来说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的花比他们都重要 因为他曾经给他浇过水 把他放到玻璃罩下边保护起来 帮他除去毛毛虫 听他的抱怨自夸 或者是沉默等等 小王子来向狐狸告别 狐狸说 这就是他要告诉小王子的秘密 只有用心才能看清 眼睛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狐狸让小王子不要忘记 他为他的花花费了时间 才让他的花变得重要 他还说 你要永远对你驯服过的事情负责 你对你的玫瑰花有责任 小王子遇到了一个发送旅客的搬道工 他发现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 而且人们都对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满意 小王子又遇见了一个奇怪的商人 他专门出售一种止渴药 每周可以帮人们节约53分钟 小王子说他会用这段时间走向新鲜清亮的泉水 后来小王子就遇见了我 小王子一看到躺在沙漠上的我 就要我帮他画只羊 虽然我只在六岁的时候画过开肚子和闭肚子的蟒蛇 我还是给他画了好几只羊 还给他画了一只箱子 晚上可以给羊当房子 从小王子的话里 我知道他来自一个很小的外星球 应该就是第612小行星 这颗星是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 在1909年发现的 因为他穿土耳其服装 没人相信他的发现 1920年他穿上西装 又说了一次大家才相信了 小王子要我给他画羊 因为他的星球上有很多有害的猴面包树种子 他刚长出苗时和玫瑰花苗很相似 能区分时就要赶紧把它拔掉 晚了就很难清除它 就可能会造成大的灾害 他要羊去吃掉它们 他让我用心画好了这幅猴面包树的画 好让地球上的孩子都对这事有认识 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 长期与这种危险接触 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 为了让他们警惕这种危险 我花了很大功夫画这幅画 小王子问我羊会不会也吃有刺的画 我说会 他问那刺有什么用呢 正为发动机上一颗螺丝发愁的我 随口答了他一句 并告诉他我有正经事要做 听到我说有正经事要做 小王子气坏了 说我就像他遇见过的那个实业家 成天说有正经事要做 却从没有闻过一朵花 没看过一颗星 没爱过一个人 简直就是个蘑菇 小王子说 有人爱上了星星上唯一的一朵花 望见星空就感觉幸福 如果羊把这花吃掉了 星空就会变成一片黑暗 而我却认为这事不重要 说完他哭了 我赶紧扔下手里的工具 抱起了他 安慰他花不会有危险 我会给他的羊画个嘴套 再给他的花画个盔甲 于是小王子给我讲起了 他与花的故事和他的漫游经历 听他讲完时 我刚喝完被用的最后一点水 飞机还没修好 小王子谈起了他的朋友狐狸 我有点烦 我这都要死了 你还谈什么狐狸呢 小王子说 有朋友是件快乐的事 哪怕马上就去死 比如他有狐狸 我以为小王子不知道饥渴 但他马上说他渴了 要去找水井 我觉得这很荒唐 但还是随他一起去找 小王子说星星美丽 是因为有朵看不见的花 沙漠美丽 则是因为有藏在什么地方的水井 我想起小时候埋藏珍宝的老房子 明白了和这星光沙漠一样 使他们美丽的都是看不见的东西 天亮时 我们终于找到了水井 这口井就像村庄里的井 有鹿鹿 绳子和水桶 小王子转动鹿鹿发出的声音 如很久没用过的风向标 他说我们唤醒了水井 他在唱歌 我接过水桶 提到井边放下 感到一种完成目标后的疲倦和快乐 鹿鹿的歌声一直在我耳畔回响 我看见还在晃动的水面上 有阳光在跳跃 小王子说 这正是他渴望喝到的水 这水确实与其他饮料不同 因为有我在星光下走过的路 鹿鹿的歌声 以及我胳膊上承受的压力 我想起圣诞树的灯光 午夜的音乐和人们的笑容 正是这些才让圣诞礼物有了光芒 小王子说 人们在一个花园里种了五千朵玫瑰花 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其实只需一朵花和一点水就能找到 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 必须要用心去看 小王子提醒我给羊画嘴套子 他要对他的花负责 我只会画开肚子和闭肚子的蟒蛇 小王子说 孩子能看懂 我便画了个嘴套给他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呢 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狐狸让小王子明白了 爱需驯服 更需陪伴 最需用心 下面呢 我就来为您讲述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 小王子为爱选择离别于死亡 用会笑的星星抚慰好友的悲伤 小王子接着说明天就是他来到地球的周年纪念日 他降落的地方就在这附近 我这才明白我七天前的早晨遇到他并非巧合 他一直在朝他的降落地走来 他要我赶紧回去修飞机 第二天晚上再来 他会在这里等我 我再不敢有丝毫希望的情况下修好了飞机 第二天晚上回来 正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王子 谁知他已经知道了 定位我可以回家而感到高兴 他今天也要回家了 这身的太远太难了 他找了那条小黄蛇来帮助他 我开始看到小王子和那条剧毒的小黄蛇说话时吓坏了 还掏出了手枪 听他说这话后 感觉他在朝一个无底深渊倒去 我却无法挽救和阻止 小王子也吓坏了 脸色像雪一样苍白 心跳到如被枪打中快要死的小鸟 过了很久身体才恢复过来 小王子的笑声就像沙漠里的青泉 想到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 我就很难受 我想听他笑 小王子说重要的事都是看不见的 如果你爱上一朵星星上的花 你就会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开花 因为有鹿鹿 绳子 我给他喝的水就像音乐一样美妙 他说他的星星太小 无法告诉我是哪一颗星星 这样也好 我就会觉得每颗星星都是我的朋友 他还会给我礼物 说完他就大笑起来 说这就是他给我的礼物 小王子向我解释所有人都有星星 但每个人的星星都不同 旅行者的星星是向导 学者的星星是问题 生意人的星星是财富 这些星星都是沉默不语的 只有我的星星会笑 因为小王子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面 而且他会大笑 所以当我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 就会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笑 就像他给了我数量惊人的会笑的小铃铛 小王子让我今天晚上不要来了 他怕我会受伤害 但我不肯离开他 晚上小王子悄悄的走了 我追了上去 他说他会看上去像死了一样 但这并不是真的 因为他的星球离这实在是太远了 而他的肉身又太重了 他无法带走 这就像丢掉的旧壳一样 没必要为旧壳而伤心 我没说话 小王子也有些泄气 但马上振作起来 他说星星也可以带着生锈的鹿鹿 给他新鲜的水喝 那多有趣呀 他说我有五亿个小铃铛 他有五亿新鲜的泉水 说到这儿 他也哭了 快到地方了 小王子却坐了下来 显然他也害怕了 但他说他要对他的花负责 他太弱了 又那么天真 只有四根没用的刺 说完 他迟疑着站了起来 向前走了一步 我无法站起来 只看见小王子的脚踝处 有黄光一闪 他便一动不动 他没有哭 像树一样轻轻的倒下 大概因为在沙地上 一点声音也没有 就这样 小王子离开了我 离开了地球 小王子肯定回到了他的星球 因为天亮后 我没看到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 其实并不重 每天晚上 我都喜欢去倾听星星 就像倾听五亿个小铃铛 我想起忘了给小王子化皮带 他就不能把羊的嘴套系上去了 我担心他哪天不注意 羊就会吃了花 会笑的小铃铛 就会变成眼泪了 羊到底有没有吃花呢 大人们永远不懂 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对于喜欢小王子的你和我来说 这个世界会因此变得最可爱 或者最凄凉 小王子离开我已经六年了 为了不忘记他 我把他的故事尽力写了下来 忘记一个朋友是难过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朋友 如果我忘记了他 我就可能变成和大人们那样 只对数字感兴趣了 我还费了好大的劲 把他画了出来 毕竟我只在六岁的时候画过那蟒蛇 有些细节可能错了 小王子也没说清楚很多事 他可能以为我和他一样 但我却无法透过箱子看见羊 也许我有点像那些大人了 已经变老了 好了 说到这里呢 三个重点内容全部为您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回顾 首先 小王子离开他深爱的花 在太空见到六种奇怪的成人 小王子与一朵玫瑰花闹了别扭 离开他自己的星球漫游太空 先后到了六个星球 六个星球上分别住着迷恋权力的国王 爱慕虚荣的人 成天喝酒的酒鬼 成天计算收入的实业家 忠诚守则的点灯人 古板的地理学家 这其中只有点灯人让他喜欢 可是点灯人的星球太小 在地理学家的建议下 他来到了星球 飞行员我因为大人的态度 六岁时就放弃了绘画梦想 长大后成了一名飞行员 一直觉得很孤独 六年前因为飞机出故障 我被困在了撒哈拉沙漠上 其次我们讲了小王子 在地球上看到人类的孤独与可笑 狐狸告诉了他爱的意义和秘密 他用此信念与我共同找到生命的侵权 小王子降落在地球的沙漠上 遇见了蛇 三枚花瓣的花 玫瑰花园 发送旅客的班道工 卖止渴要的生意人 还遇到了一只狐狸 狐狸教给他什么是驯服 仪式及爱与责任等人生道理 并成为他的朋友 最后他遇见了飞行员我 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要我给他画一只羊 好帮他除去有害的猴面包树苗 并和我一同找到了一口会唱歌的水景 最后我们讲了小王子 为了对他的花负责 与蛇约定通过死亡离开地球 小王子想念他的星球和他的玫瑰花 决定在蛇的帮助下离开地球返回他的星球 我与小王子已经建立深厚的感情 离别时很悲伤 为了怕我难过 他不让我去送他 我坚持前往 亲眼看到他被蛇咬死 轻轻的倒在沙漠上 我相信他已经回到了他的星球上 我天天仰望星空 仿佛看到小王子在大笑 并写下这个故事 以记住他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